我喜欢跳舞 跳舞能让我感觉到充满了火力 但是我男朋友一点都不支持我 我希望他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不是现在这样东奔西走 到处奔波 他总是不考虑我的感受 总以为他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自责了 我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他也不领情 他因为跳舞一身都是伤 我真的特别担心他 他总是说为我好 我希望他能对我多一些理解 而不是现在这样步步紧逼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宇 24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 有请小宇 女嘉宾小赵 23岁 同样来自河北自由职业 有请小赵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对 现在都毕业了 对 当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我们是在一次迎亲晚会 他是舞蹈生 然后我在下面看他表演 然后就特别喜欢他 和我的朋友就要了他联系方式 然后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约他一起溜达溜达 逛逛街 然后吃吃饭 然后这样就来一起了 怎么了呀 一点委屈 没有 我就不希望他跳舞了 因为他跳舞 从小跳舞 跳的浑身都是伤 所以说我心疼他 我不想让他再跳舞了 因为我从小开始跳舞 从三岁一直跳到现在 中间也出现过好多情况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到现在舞蹈 我感觉比我生命更重要 然后他家是宝定的 我爸妈一直希望 我能回青王岛 毕了爷以后 然后那时候 我们两个已经搞得像了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然后我就选择留在宝定 我在宝定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租了一个房 我在宝定没有亲人 也没有特别好的朋友 不是有他吗 有他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生病了 然后发烧39度多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能陪我去挂个点滴吗 我说我自己动不了 然后他答应了我要来了 然后到了我家了 刚进门 他就手机电话就响了 有人找他跳舞 你去得救场 我跟你解释了 我一直在跟你解释 那你那是跟我解释吗 有解释等我生病好了 两天以后再跟我解释了吗 我一直跟你说 演出这种事 救场如救火 那个女孩倒是崴脚崴了 如果我不去的话 那个舞台怎么办 所以你觉得不公平是不是 对 他对我现在跟以前 完全不是一样的 咋不一样了呀 因为我是六日休息 然后工作日正常上班 然后他是六日正好 是他最忙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找了一个时间 就是他也不忙了 我也不忙了 我们俩说看场电影 刚捡完票进去 他就来了个电话 说有一个活动策划人 给他打电话 让他去说 有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 让他去跳个舞 然后他就在外边 一直打电话 打到电影 距离十分钟的范长 然后他才进来 这是一个什么电话呀 那个是正好 那个四话人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问我说 最近有一场活动 问我能不能去 然后他是一个零舞 如果说我不能的话 他再找别人 因为所有 这不是三句话就说完了吗 他说要给我确定 叫细节 然后几号 然后怎么走 我们几号出发 怎么了呢 这也受不了了 没有 我就是 他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跳舞 他本来吃的就是这碗青春饭 你说他现在 去年冬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 有一点就是说 起不来床 然后腿疼 腰疼 那以后怎么办呢 现在就不希望他跳舞了